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一场议程是一个跟data相关的议程嘛 那大家应该有看到 那在开始之前主要是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点delay 所以待会可能就不开放 预计不开放QA时间 那有问题还是待会会后可以到台前找ARIS讨论 那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的官网的那个议程表上 都有就是共笔 就是虽然不开放提问 但是你一样可以在官网的议程表上找到这个共笔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一起把你记得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笔记记在我们的共笔上 那我们现在背话不多说 我们就欢迎ARIS为我们带来这一场演讲 Trends in Data Cleaning and Transformation Mistake, Confusion and Solution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话就是关于在 可能在资料清理和转换的过程中 就是我遇到的一些挑战 然后跟我的解决方案等等的 那就一开始就是先自我介绍 那就是大家好 就是我是Iris 那我目前呢是在 KK Company Kid Knowledge 当成Research Engineer的工作 那就是 这是我今天的 agenda的部分 那就是我今天会主要focus在 就是关于我在做 Data Cleaning的过程中 就我遇到的一些难题 所以一开始呢会先介绍说 可能我是 我为什么要做Data Cleaning 然后我是怎么做的 那接着呢可能就会说明说 关于我在处理资料的过程中 就是在Data Pipeline 和在Data Quality上面 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最后就会解释说就是 面对这些困难呢 就是我是怎么用DBT和Pipewriter 来去帮忙我解决它们的 那就一开始呢 就先就是我的任务呢 主要是要去优化一个影片的推荐系统 那就是先说 为什么要优化推荐系统的话 就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就是公司目前就是在帮一些 国际型的企业做OTT的串流平台 那就是这些串流平台 它们都会有一些推荐系统的存在 所以呢就我们就想要研究的是 就是要怎么让这个推荐系统 它可以更有效 然后更克制化 以及最主要就是希望 可能可以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可以更好 那就是优化推荐的话 就是可能可以从两个方向去着手 那一个可能就是model的层面 那就可能就是可以换一个更强的model 就举例来说就是现在很红的GPT 那假设说可能在model里面就有用到一些 像是GPT4的 那未来可能出现更强的GPT5的话 那是不是可能可以更换成GPT5 来达到更好的结果 那或是在优化推荐的另一个方法 可能就是可以从data的层面去加强 那可能就是可能可以针对就是资料去做一些处理 那像是就是去除缺失值啊去空白啊 或是重新整理资料格式等等的方式 那就透过提升资料的品质来达到更好的推荐效果 那就是因为其实呢就是我有发现说就是我手上的这些资料 他们其实存在就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呢我就选择从data方面去着手 那就是希望可能可以透过改善data的quality 来达到提升推荐的目的 所以呢就是我在这个专案的目标呢就是在固定就是那个推荐模型不变的情况下 那就是希望可能可以透过一些data cleaning的方式来 提升资料的品质 那最终就是让推荐的结果可以更好 那就是至于说就是为什么要做资料清理呢 那然后还有一集可以怎么做 那就是我透过观察就有发现一些可能需要清理的地方 那首先呢可能是需要去针对文字去做一些处理 那像是就是可能可以去去除一些坠字啊 然后标点符号啊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就把它称为叫做text proving 那第二个的话可能是因为就是我手上的资料 它都是关于影片相关的资料 那因为就是这些资料它也包括一些多国就是不同语系的电影影片这样 所以就是有一些演员的名称他们可能是不同的语言的状况 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状况的话可能就需要把名称统一成一个相同格式 那以及最后一个方法呢是有发现到说可能资料有包含一些缺失的栏位 所以就想说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引入外部资料的方式来去加强整个metadata的完整性 那就我原本会想像说就觉得那data可能就照着刚才提的几个清理方法 那我就一步骤一步骤就把它们全部执行完一遍之后 可能就可以产生出一份很完美的data 那可能也可以马上让推现的结果就是提升很多 那但是就是在经过一些实验然后去思考说每一个清理步骤到底要怎么执行的时候 就发现说就它每一个清理方法它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处理方式 那如果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就是像是可以看到在就是name normalization 这边 我就会有version 1,version 2,然后可能还有version 3 三个版本 那这三个版本它们都是在对就是名称去做一些处理 但是就会有一些细微就是不同的地方 那可能在text proofing的部分也会有version 1,version 2的状况 所以说呢就是我在产生一份被清理过的data的路径它可以是有很多种 就它不一定就是顺顺的就从左边执行到右边就完成 那就可能我今天要决定说我要用哪一个版本的name normalization 然后可能用哪一个版本的text proofing等等的 那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些清理的方法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 就不是一个版本就执行完毕就好 所以就是这边会先解释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版本 那首先第一个话是text proofing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呢在text proofing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主要在做的事情呢是清理资料中一些多余的标点符号啊 空格啊或是罪字等等的 所以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我这边就用一部就是迪士尼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玩具总动员来当做例子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表格里面的这几个名字 它都代表玩具总动员 就是说明显示免费等等这种前缀的标题 那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就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些data 它不只会在推荐的时候使用 就有时候可能是在就是显示的界面上 或是在一些广告上面也会使用这一批data 所以呢就会造成说可能有时候是为了在显示上面排版的需求 就它可能会在就是电影的名称里面加一些空白的格 或是可能是要为了更吸引观众的一些注意力 所以它就会加一些符号啊 或是现实免费这种比较吸引人的标题 那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做推荐的时候 它其实很不利于推荐模型的使用 那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就加了这些之后 会让原本应该是同一部电影的这个item 那就会因为名称不太一样 那就被我们的推荐模型认定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item 那这样就可能会造成推荐的结果变得不太好 那就是虽然呢我会反映说可能电影名称不干净 就是造成推荐结果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就是针对这些名称就是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 就可以达到一个最完美的data 就是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 直到说你只要做了哪几个步骤 就可以马上让推荐的结果提升很多 所以就只能透过一些实验的方法去想办法找出比较好的解法 那就是在这部分呢就可能一开始就实验了一个是把数字都去除的方法 那可能也实验了一些把可能前标题的前缀词的这些也去除的方法 然后在这之中也有去实验其他proming的方法 所以就可以发现说可能光是在textproming这个步骤 就做了很多不同实验 那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版本的textproming的code 那接下来就是讲解释第二个cleaning method的话是关于在演员名称上就是 其实也有发现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演员名称会有什么问题 就如果用里奥纳多来当作例子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在通影片上面这些名字 他们其实都代表着里奥纳多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翻译的关系 或是一些惯用词语的关系 就会造成说会有很多不同版本的里奥纳多出现 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前面就是光是中文可能就有三个不同写法的 那可能在日文里面也会有像是拼假名啊 骗假名这两种不一样的表示方法 那如果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举例的话 这是一个日本女演员就是石渊聪美 那就是她的名字在就是中文里面有时候也会被翻译成石渊里美 那就是她也曾经就是用她的本名实声国子活动过 所以呢就是在称呼她的时候 可能在我们的data里面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版本的称呼方法 那就是除了就是这些在语言上面翻译的问题之外 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就是这一批data 她可能不只是在做推荐的时候会被使用 就她有时候可能是在显示啊 或是在广告上面也会被使用 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要让使用者更快的可以反映出 就是这个英文名字到底代表是谁 所以她可能也会在英文的后面去挂号一些中文翻译啊 或是绰号等等的 所以说就是在名称标准化的这个清理步骤里面 就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然后不同的格式需要去处理 那就是到底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就可能是要处理翻译的问题就好 那就是可能把名字都翻译成英文 那还是说可能是需要去处理一些格式上面的问题 那就是这些都是在做这个清理方法里面的时候 一个需要去做实验的地方 那就是讲到今天最后一个清理的地方呢 是需不需要去用一些外部的资料来去补强我们的data 那原因呢是因为在我们的data里面就有发现说 就是可能影片它有些影片它大部分的单位都是空的 就是像同影片的图这样 就是只有影片的名称的这种资料 但是没有其他像是什么演员啊 影片分类等等的资讯 那其实在做推荐的时候 就当然是希望我们的data拥有的资讯越完整越好 所以呢就是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也会考虑说可能是不是是需要去引入 其他外部的资料来去补弃这些空缺的部分 那让data可以更完整 那但是在使用就是而且在使用外部资料 就是除了可以让data更完整之外 那它有可能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栏位 就举例来说呢就是可能原本的data里面只有一个artist这个栏位 但是在引入了外部资料之后 它就多了像是导演跟演员的这种资讯 那这样子可能也可以让在做推荐的时候 会有多一个新的资讯可以参考 但是就是在决定要加入其他的来源来补起原本的data的同时 那可能要面对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要加入哪一个来源的资料 就可能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IMDB 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来源的资料 可以拿进来补我们的data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把外部资料填进去之后 要怎么样子才是对的 那可能是要直接取代掉原本的data 但是就是如果直接取代掉原本的data 它可能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外部资料的格式和原本data格式有很大的差异 那就可能反而让推荐的结果变得更差 那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或是可能只需要填某些栏位就够了 那以及呢刚才有提到说 可能引入外部资料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栏位 那就是面对这些栏位就是到底要怎么决定说 哪些栏位是可以新增进去 那哪些是不需要补进去的呢 所以呢就是综合前面就是提到的几个资料清理的方法 那就可以发现说就为了要找到最佳的data cleaning 的组合 就总共我归类的三个边因是需要去做实验的 那第一个就是在data source 的选择上面 就可能是不是应该加入其他外部的资料 来让我们的metadata可以更丰富 那就是但是如果加入其他外部的资料 那应该要选择哪一个source 那第二个是在方法选择上面 就是应该要选择哪些清理方法的组合 就是可能是要把刚才提到的每一个方法都做过一遍 还是可能其实就假设 举例来说就是可能就是做text proving 的方法 可能就可以让推荐的结果变得很好 那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那每一个清理方法里面详细的每一步骤 就到底应该要这么执行 那用刚才就是里奥纳多的例子来举例的话 就可能在里奥纳多这个例子 那可能是应该要把它直接翻译成英文 还是应该翻译成其他语言 还是要转换它的格式等等的 所以说就是在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答案的情况下 就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很笃定知道说要怎么清理的结果 才会是最好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只能透过一直不断的尝试 然后用不同的data cleaning的方式来产生不同版本的data 那把它们放到我们的推荐系统里面 那就透过推荐的结果和用户真实的喜好 来判断说这个处理版本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就是在这些实验的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可能关于实验上面的记录 那这些可能就会包括像是模型训练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参数 然后使用了哪个版本的data 那中间经过了什么样的清理方法 推荐结果怎么样这些的 那就是有这么多资讯需要记录的话 就这边也就是需要一个工具来去帮忙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就使用了一个 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工具是mlflow 来帮忙记录这些资讯 所以投影片里面的这张图的话呢 就是我使用mlflow之后所显示的界面 那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之中就是我记录了像是data来源啊 然后执行的时间 然后以及清理方法跟其他参数这些的 那唯一就是可能就是没办法透过mlflow去记录 以及知道说可能在每一次微调这些cleaning method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有coachange的时候 对data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就是举例来说可能在每一次清理方法的规则上面 有一些细微的调整的时候 就可能没办法知道说data栏位的数量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就是我会在意每一个清理方法里面这么细节的变化 主要原因呢就是希望说可以在每一次就是这些清理方法 有一些改动的时候就可以更知道说它是不是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就是我在资料清理的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challenge 就是关于说可能会需要一个很好的可以帮我监控data quality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更准确来说呢就是我会希望说可以监控像是栏位数量上面的变化 然后资料重复的比例等等的 那目的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更方便去比较就是不同的清理方法 它产生的data之间的差异 那就可以更方便知道目前这些cleaning有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所以说就是在data quality这部分呢就是也探索一些不同的工具 就是有像是data diff啊或是pandas profiling这些的 那这些工具就是可能可以去帮忙比较就是data set之间的差异 就是可能去可以帮忙分析说资料有没有缺失啊或是资料分布的情况等等的 那就是因为我主要呢是想要知道说这些清理方法组合所产生出的data的正确性 然后以及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也会希望说可以知道像data栏位的数量啊 或是可能重复的比例等等的 那就刚好有survey到一个工具叫做pipwriter 那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确保说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data的正确性 所以它就有提供像是栏位的数量然后重复比例等等这些统计的资讯 所以就是它在这个使用情境上就很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在data quality这部分呢就是使用的是pipwriter这个工具 那这个就是在就是使用pipwriter之后可以拿到一份像是类似资料品质的检测的报告 那就是在这个份报告里面它就会提供一些像是invalid啊 messing rate啊或是可能栏位的数量然后重复的比例等等这种统计的数字 那就是这些数字就可以帮助我说去初步的判断说可能这一次的code的改动上面 可能是不是不合预期以及data它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发生 那就是在可以监控整个data的quality之后呢就引来第二个challenge 就是关于在data pipeline上面的管理 那就是因为一开始在做cleaning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很详细的规划 然后也没有预期到说可能每一个清理方法 它们都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是需要去选择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清理方法都写在同一个file里面 那这样的情况就会造成说可能今天当需要清理的步骤越来越多的时候 然后可能每一个步骤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就是让这个pythonfile变得很费大 然后也很难管理 而且就是当同时可能你同时在吸收很多不同的cleaning method的时候 那在测试的时候会因为大家都写在同一个file底下 就会比较难去发现说到底是哪一个步骤让推荐结果变好 或是变不好 所以呢就会希望说可能可以慢慢的把这些不同的data cleaning的方法 都把它们拆分开来 就变成每一个方法都是独立的一个档案 那就可以更方便知道说每一个model之间的执行顺序 那也可以更好去追踪说在每一步骤的时候data变化的状况 那就是在 就是在data pipeline上面就是有一些tools可以帮忙的 像是有airflow 然后dextra perfect等等的 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部分我是使用了一个叫做dbt的工具 那dbt呢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很好上手 然后也可以用sql或是python来去使用它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就是在使用dbt上就是我是首先就是先把所有的cleaning method都把它们拆分开来 变成大家都是独立的file 那再透过dbt把它们都串在一起 所以它就会呈现像图中这种形式 就是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独立的清理方法 那就是把他们这些清理方法都拆分开来之后 就可以更方便知道说model的执行顺序 那像是从这张图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个data它经过了两个步骤 就是name normalization跟data enrichment之后才产生我们output的data 那另外就是其实在data pipeline的管理上就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有很多相关的工具可以去使用 那就是为什么就这边是使用dbt 而不是其他测试工具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就是它dbt它还可以针对每一个model 然后去简单的去写一些test case 那它可能可以去检查说你的table里面就是每个栏位有没有重复啊 然后是不是空缺啊 或是它栏位里面的value是不是你指定了几个样式 那除了这些之外 它也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些简单的test case来测试 所以呢举例来说呢就是我在这边测试的就是去测试说 在videoid这个栏位它是不是unique的 那就是再举一个例子的话呢就是我在这边呢可能就是去测试说 像是item id它里面的value 那它是不是也同时存在在videos这个tables的video id里面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些简单的test case 就可以去初步的判断说每一个model的正确性 那就可以避免一些没有注意到的错误或是可能有一些资料遗失的状况发生 那就是这边呢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在使用dbt上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feature 那就是它叫做lineage graph 那其实lineage graph呢它就是dbt它会根据你model的指行顺序去产生一个 类似data pipeline的示意图 就是像同影片上面的图这样 那可能就可以透过这张图就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然后清楚地知道 每一个model之间的运行的顺序是什么 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研究code到底是怎么串在一起就可以马上反映出data它是怎么流向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使用dbt上我觉得很方便的功能 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每一个清理方法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版本 那我今天可能也会希望说可以知道两个版本之间它data差异的状况 所以主要来说呢就是我有一个text proving的这种model 那这个model它主要就是针对电影名称去做一些去除空白啊标点符号啊等等处理 所以今天我有两个版本的text proving 那就是左边的virgin1和右边的virgin2这两个版本 那virgin1和virgin2它最主要的不同的就是virgin2它多了一些去除数字的功能 所以我今天就会想知道说当我的virgin1变成virgin2的时候 会对data造成什么样的变化 那就是这个需求呢就是可以在当dbt结合pipewriter之后就可以被解决 那原因呢是因为每一个清理方法都独立之后 就可以更方便的直接透过pipewriter去比较每一个model 就是每一次有cochange的时候的变化 那就是pipewriter它有个叫做pipewriter compare的功能就可以帮忙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这张图片呢就是在执行pipewriter compare之后 我所获得的一些结果 那红色框框里面的数字的话 左边是代表就是 原线就是text proving virgin1这个版本 所产生的data它的rollcount 那右边的数字呢就是代表说就是text proving 就是virgin2它去除了数字这个版本之后所产生的rollcount 那就可以发现说可能我在更改的text proving这个model之后 就有造成rollcount剧烈减少 就是从原本十几万变四千多的状况 那就是也因为pipewriter compare这个功能 就看到说可能数字有这么剧烈的变化的时候 就也让我说可能真的去研究说是不是text proving 变成virgin2之后有发生什么问题 那后来就也真的有找到问题说是发现说 因为有提到说virgin2它多了去除数字的功能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影片它极数的资讯不见了 那举例来说可能像刚才提到的玩具总动员的电影 它总共有四集 那在去除数字的资讯之后 就会造成这四集都变成同一个item 那可能像是柯南它原本有90几集的状况 那在去除之后也会让这90几集的柯南都变同一个item 那就是这样才造成就是roll的数量这么剧烈的减少 所以说就是可能多亏就是pipwriter 还有这种before and after的显示方式 就可以去初步的去评估说可能每一次扣流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的data变化是不是符合预期的 那就是当有发现说roll的数量就突然激增 或是骤减的时候 这也可以及早的发现去找出问题 就不需要说等到最后真的推荐结果突然变很差的时候 再往前去追溯说到底是哪一个步骤发生问题的 那就是另外就是在每一个清理方法都是一个独立的model 之后呢就pipwriter还有提供一个功能是可以去最终 执行每一个清理步骤的时候data变化的状况 只是像是可能可以知道说执行的name normalization之后data变怎么样了 那也可以知道说在执行在下一个步骤的时候data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就是像图中的这个表格就是pipwriter提供给我们去追踪每一个步骤 data变化的状况的一个表格 那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很轻松知道 像是经过了text pruning之后 RAW的数量有多少 那在经过了name normalization之后 RAW的数量又有多少 那就是这个表格是一个我觉得 那这个表格就是有一个我觉得使用上很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在它显示data变化的那个顺序 它没有按照model指行的顺序来排列 所以也就是说整个pipeline它的指行顺序 并不是从第一行一路这样往下指行 就不是按照像text pruning 然后name normalization 在data enrichment的这种顺序 那它其实它我的data pipeline的真实的指行顺序 是我标示出的123才是它真实的顺序 那这样造成的一个困扰呢 就是可能我们在去检测RAW的数量对不对的时候 就单看RAW的数量没办法反映出 这些数字到底对不对 那就是以text pruning为例的话 就我们可能可以知道text pruning 它产生了4000多个RAW 但是没办法一眼就知道说 4000多这个数字到底对不对 那就可能你要去找它前后对应的表格才知道说 只是才可以来判断说就是这个数字到底正不正确 那这时候就为了要找到它上下游的model 可能就要把刚才dbt的lineage graph把它翻出来 那这样就等于又要再多花一个步骤 所以呢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在使用pipewriter之后 可以和pipewriter的owner就是infuse 有一些交流讨论 所以呢就我有向他们提出 这个我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 那就有在经过我们讨论之后呢 就是后来infuse 它就开发出一个新的feature 就是类似dbt的lineage graph的功能 那就可以透过这种类似lineage graph的feature 就可以直接用graph的形式去检查说就是data开办的顺序是怎么样 然后RAW的数量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最后总结来说呢 就是我在这个project里面的目标呢 是要透过一些data cleaning来去优化推荐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也因为说就是不确定说可能资料清理怎么样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就会经过很多次不同的实验来去帮忙我们找到最佳的data cleaning的组合 那在实验的过程中就也会有很多不同的coach 去测试说怎么样的data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推荐的效果 那就在这之中就遇到两个难题 就分别就是每一次发生coach 的时候要怎么监控data的quality 来更确定目前的处理方向是在正确的道路上 那以及是要就是要怎么把原本的一个data cleaning的python file 那可能依照他们执行的顺序 把他们都拆成独立的module之后 那还可以很有效去管理这整个data pipeline 然后还可以监控说data的变化到底是不是对的 所以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就分别使用了pipwriter来去监控资料的品质 和用dbt来去帮忙管理整个data pipeline 那而且当就是这两个工具结合的时候 就也发挥了他们更强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很好的去监控dbt的每一个model里面 发生coachange的时候资料的变化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工具可以让我在 就是做data cleaning来优化推荐的过程中 可以进行得更顺利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最后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可能有些清理方法 就是没有讲到很detail的部分 那就这边有提供的是用imdb作为dataset 然后来去重现这个data cleaning过程的一个demo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就可以扫这个qr code来看更完整的内容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那因为时间因素 本场次就不开放qa 但是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想feedback想要给iris的 还是可以到台前找他 那今天这场次结束前有两件事就是跟大家宣布 第一个是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午餐 所以待会大家离场以后可以移动上楼去享用你的午餐 那再来是下午1点05 1点05 我们在同样在R2会议室 也有一场资料工程相关的主题 所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加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次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